哈喽 我们的代表朋友 我心滴滴一来大家都处于懵的状态是吧 你好 我是芒果直播的 我想代表芒果直播 祝福你新年快乐 哇 谢谢 你可以跟我们的粉丝 说一下你新年的一个唱响吗 2017年的 唱响啊 唱响这个词句他还说很难 唱着响 一边唱一边想 他要想很久这个词 因为我 我其实是一个没有太多愿望的人 所以我每一年就觉得 吃饱喝好就好了 没有什么很想要得到的东西 每次来胡当卫士吃盒饭 这个其实是可以看到你生活的状态 但是对于舞台上的状态你就不是这样 绝对是精益求精的 对对对 所以我准备 过完年出国学习一下 然后2017年希望能有个更好的自己在舞台上 对 2017年最想学习什么 因为2017年是充满了想象的一年了 对不对 那你想学什么呢 学一些音乐上就是可以再升华一下这样 对 就主要是音乐上的东西 然后我也想学一学画画 想学画画 为什么会对画画会情有独钟呢 最近对艺术品还是有一点感兴趣 就是看了 因为最近经常会跟一些艺术家一起交流 然后听他们介绍了很多的中国的和国外的当代艺术的话 然后我就听了之后越来越感兴趣 越来越知道这个历史故事之后就还蛮感兴趣的 你还真的别说 刚才玉盈还提到了说 她希望2017年可以多读书 然后那马上听到你刚才给大家介绍 要学习画画 看来2017年应该是个学习年 而且发现画画吃饱了 跟没吃饱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吃饱了逻辑很清楚 对对对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今天现场还有很多的朋友想了解 好来 我们先给个男生一个机会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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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好 好 好 你好 我这边是全民直播的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兴趣 就是17年的时候会什么时候会出一个新的专辑 或者有一些新的一些演唱会之类的呢 会有 我准备 我在编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开始编写歌 然后准备出明年的第四张专辑了 然后 那可能回来之后就会抽时间就把演唱会给开了 对 好 谢谢 然后最后的话 我这边也非常喜欢你的滑板鞋 不知道画画你能不能就跟我们全民直播的一个兄弟们 要说一个新年快乐呢 好啊 全民直播 祝全民直播的网友们新年快乐 然后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多吃 多吃多喝 对 谢谢 谢谢 吃好喝好 来 我们刚才那位女生拿到网友 最时尚的祝福 对啊 我被截胡了 那花花除了 截胡一下 那花花除了在音乐上面这2017的计划之外 对自己的感情方面2017有什么期待吗 没有什么期待 就是感情上面就顺其自然 就是遇到就遇到遇不到就算了 就其实还好 因为我现在的经历脑袋好像没有太期待 没有太追求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要慎重地回答 因为坐在这里提问的是一个情感专家 哦 是啊 是啊 他提到几个问题都提到情感方面的 我其实自己还好 大家都会特别关心你 对对 好 来 陈宇你好 你好 我是在看那个第一期《花儿旅少年的时候》 就了解到你说你们走在那个国外嘛 然后你听到一段他们的名誉的时候 你就停下来 然后完全就走不动道 然后沉浸在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 然后我想问一下 是说你是一般在怎样的一个心情下 可以创作的 创作出你自己喜欢的作品 创作 创作其实是要在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吧 我其实最喜欢的是 我自己在一个小黑屋里面 一个不见光的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写歌 就是要没有 房子里面要没有生命的那种 就是动物啊 人啊都不能有的那种 对 所以说你有一个自己的小世界什么 对对对 好 希望你也在2017年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 好 期待在2017年可以看到你的演唱会 好啊好 谢谢 OK啊 好 好 谢谢 谢谢